刚刚的重点不外乎就这几个地方 一定要转型 还有 换航的地方 然后 一定要出使一个 空的字串 在记忆体里面 最后只要把这个 S1 Print直接Print S1 然后呢 Write的话也是Write S1 其实就OK了 这个地方 那请各位也许 尽量试试看啦 因为 程式里面很容易出错的地方 大致上 假如说你将来要存档 在Python里面 恐怕这个地方要必须要很熟练 否则的话你要 正确的把那个档案做存档输出 变成一个报表档的话 很容易就出错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各位再试试看 最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个有关那个 档案读取的啦 这个题目相对会更困难 因为这个题目的话 跟 那个所谓的 串列 的第几个位置 还有呢 串列的 哪些范围资料 都有关联性 所以呢 所以呢待会的话 这个是一个member.tst 目前当然 我们目前 资料不存在 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 第一个动作 先帮我在那个根木屋底下 一样 跟刚刚这个建立方法 按右键 新增一个文字 文件 然后名称的话叫member 会员 就member.tst 第一个 打开它 然后呢 帮我把 这个上面的资料 包含编号 一直到第50个会员的资料 帮我把它复制 贴到这个文件里面来 OK 把它存档一下 储存档案 好 也就是说呢 在根木屋底下 有个叫member.tst 的 一个文字档 那当然如果我要把它 读进来非常简单 读进来的话呢 当然 我们前面讲过啦 我想 大家应该有印象嘛 第一个开一个新的文件 第二个的话呢 记得怎么样 f 其实我是觉得在 Python里面开档还蛮好记得 很直觉 open 刮壶里面的话就告诉他两个讯息 一个是 党名 member 点tst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点什么 逗点 然后要读取 所以r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 读取什么 所以s 等于 f.read 小刮壶 read的话 是全部读取 全部读取之后把它print出来 print什么 s就可以了 其实这刚刚有写过啦 把它直接print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读档 就这个三行 如果你把它记 甚至 如果你要少一行的话 甚至可以f.read 放在print 连s都不需要 直接执行 各位可以发现 50个会员的资料呢 就被读取进来了 ok ok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 这种外部读取的需求 其实还蛮大 而且还蛮常见的 那只是说呢 现在有个问题 我希望把它放在ecell 或者资料库里面 的话 那可能需要做切割 比如说呢 我有个需求 我希望得到的资料 请你给我 最后的结果 只要前10个会员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我只要 这边总共有编号 一直到手机 总共5个栏位 那我不要这么多栏位啊 我只要姓名跟手机 这两个栏位 这要怎么做 所以如果说呢 假如我不是要全部 如果你不是要全部的话 你不能用read 因为如果你用read的话 那你变成说呢 你是全部读取 全部哦 但如果我要部分 比如说我要前10个 会员 然后呢 姓名跟手机 这两个栏位就好 那我 该怎么处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第1个先在那个根目屋里面 建一个member.tst 第2个的话呢 把它读进来 OK 第3个的话呢 我想想想看两个问题 第1个 我只要前10个会员 第2个我只要姓名跟 手机这两个栏位 有点像显示出来 就有点像云端白板上面显示的 应该是在第几页呢 在这里 第10页的地方 只要姓名跟手机 而且是前10个会员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哦 谢谢大家